天气寒冷血库存量告急 三宁福德庙在1月8号就举办了 祈福平安捐血活动 吸引了很多的民众还有广大信众 一起来捐血做爱心 三宁福德庙连续三年都会在1月份办理 捐热血公益活动 8号三宁福德庙在主委张政策的号召之下 率领着志工们前往花林迷你国小富士幼儿园 前面办理捐血活动 今天下面代表姜景文表示 三宁福德庙长期参与供应性质的活动 而这次结合了捐血中心 共同来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供应精神 那我想三宁福德庙今年是第三年做这个捐血活动 那往年也是都是在过年前戏来做这个捐血活动 我们三宁福德庙在主委张正志议员 他的坚持下我们一直有在做社区关怀社会服务这一块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奖数学金 还有捐血活动 这个都是每年每年都有在做的 那希望在过年期间可以喚起大家的热血来捐血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而这次我们准备了捐血礼 虎年开运金币 平安水健康糙米 农民地希望在新的一年来祝福大家 虎年新大运 三宁福德庙 爱心捐血活动 赚 今天就很容易 欢迎吃饱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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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